师父您说过 有业障不及时忏悔 业障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请问师父 有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 作为每次业障增加的临界点 比如造业的一天以后不忏悔 业障会增加一点 然后三天以后不忏悔 业障又增加一点 然后五天 就这样一次下去 对对对 实践的 是这样的 如果你今天做了件坏事的 你要马上忏悔 就像衣服上有个酱油 马上擦掉 擦得掉 时间一长 擦不掉了 那么你平时造业的话 你造一点业 你不讲 不跟菩萨讲 好了 这个污的点 是不是在你身上啊 慢慢发霉了 慢慢会扩大了 你今天有个癌细胞 你不把它弄掉 慢慢扩散了呀 就是这样了 那师父 一般那个临界点 是一天之内呀 还是三天之内呀 还是五天之内呀 要看你的业障有多大的 你业障很大 马上要忏悔 你业障小的话 那还问题不大 所以我有时候 有些孩子 我批评了他 他不马上下去念礼佛 忏悔 他回去睡觉 第二天 第三天之后 他就慢慢的发神经了 忧郁症开始发了 马上下去 师父一讲你 你身上一定有业障 你赶快去念礼佛 好了 你过两天就没有忧郁症发了 你今天不念你睡觉 明天后天 好了 几天之后 忧郁症发了 这就是你自己照的阴啊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脏的东西弄掉 它会爬虫的 你在地板上很干净 你弄了一个酱油墨进去 或者吃饭的东西 你一天两天不擦掉 不洗掉的话 你不是当场擦掉洗掉的话 你会爬飞虫的 蚊子苍蝇 蚂蚁都来了 是我就是说的那种繁殖是吧 你越会擦掉它就繁殖越来越多 对对对 业障会繁殖的 这还不懂啊 那师父被师父讲了 念多少遍礼佛 唯一呢 师父 至少三遍吧 三遍 哦 明白明白 你至少要马上消掉 因为是消掉师父讲你的毛病 嗯嗯嗯 明白了 明白 那师父如果是大的业障 今天犯错了 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在这个一天之内 许愿四十九遍 但是今天能念几遍算几遍 哦 但是马上许下这个愿 你只要许下这个愿四十九遍 你今天哪怕念了九遍 四十遍没念 但是你这后面 这几天就不会发芽 就不会繁殖 哦 哦原来这样 明白了 明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师父 谢谢您 开始 谢谢 我 去